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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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千三百四十五萬 兩千零一四六 當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有什麼想法? 你會想在後面加什麼單位? 新台幣 那可以買九十萬杯的星巴克 而且特大杯的叫做馬西多 而如果是這麼多份的營養午餐呢 你可以讓整個台北市的小學生 吃一百天的營養午餐 如果這個後面加上人呢 那在台灣 那是要超過半數以上的台灣人 而如果我告訴你 在同一時間 同一天 會有這麼多的台灣人 做同一件事情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情 它非常的重要 這個數字 是2012年的總統大選的實際投票的投訴 而我也永遠不會忘記 當我第一次知道投票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子的畫面 還記得兩千年的時候 台灣進行史上第二次的總統大選 當時我七歲 小學二年級 還剛學會噗噗噗噗 我連字都還不會認 我看著不同陣營 不同顏色的旗子滿天飛舞 我看到電視機 不同陣營的人互相叫囂 我跟著大家一起喊動算 這兩個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意思的吃飲 我只覺得好有趣喔 連同學都互相問 欸你爸媽要投給誰 當時我只是覺得 這好像是一場很好玩的遊戲 還記得在投票當天 爸媽跟其他的親戚 我們坐在一起 眼睛盯著電視 一直去看開票 我當時只是覺得 這好像是一場遊戲 我們來比看誰的積分最高 我盯著電視 我看著開票 一直翻轉一直翻轉 十二超前十二落後 心情也跟銀交飛車一樣 跟著爸媽一樣 一下很開心一下很難過 投完票之後 我們看到台灣的地圖上 擺著一塊橘 一塊綠 我當時只是覺得 好像是個三國字的video game 我們看誰搶下這塊土地 就插上什麼樣子的顏色 就插上什麼樣子的棋子 我覺得好有趣喔 投票好有趣喔 長大之後我才知道 喔原來這個投票 它真正的意思在做選舉 而它是構成我們台灣民主政治當中 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我越長越大 我才發現 哇政治好重要 舉辦你繳的稅 環境的保護 食安問題 到路鋪的很不平 都是政治問題 但我想請問大家一下 你們對於台灣的政治 滿意嗎 很多人在搖頭 沒有錯 我們食安監督機制出了問題 我們環境破壞沒有了保護 我們官員可以明目張膽的違法亂計 我們路鋪的凹足不平 可是那既然如此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個問題 好像有 因為我們可以投票 我們可以一人一票 把他們選舉出來 也當然可以一人一票 補頭他們 把他們淘汰 那我想問的是 既然有1300萬多個人出來投票 為什麼 我們對於政治 卻還是永遠的這種不滿意 我們先來看一些事情 年底 我們即將面臨史上最大的七合一選區 那大家知道我們要投演哪些人嗎 我們要投出我們的縣市長 我們的縣市議員 我們的鄉鎮市長 我們的鄉鎮市民代表 還有我們的里長 所以我想請問大家 那你知不知道 你的選區有哪些候選人 他們分屬於哪些政黨 他們有著什麼樣子的理念 他們又有著什麼樣子的背景 以及他們提出什麼樣子的政見 大家知道嗎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過去 我們從來不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們就要讓大家看看 這件事情有多麼的重要 在此之前 我們來回想一些事情 請大家把腦袋 轉換成今年3月18號的時候 台灣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 我們的立法委員 用30秒的黑箱作業 通過了重大法案 導致我們的公民 佔領並且包圍立法院 為期將近一個月 而途中 我們發生了 國家暴力的流血事件 導致我們3月30號 有50萬的公民走上街頭 為的就是爭取 應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我想問大家 我剛剛說到 發生的問題 好像是來自於立法委員 那請問一下 立法委員是誰選出來的 是我們選出來的 是我們一人一票把它選出來的 那既然如此 是我們在投票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到 這些立法委員會有這樣子 違法亂機的事情出現 還是我們在投票之前 我們對於這些候選人 他的政見 他的理念 他的主張 我們根本不曾好好了解過 所以 我們應該怎麼投票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還記得有一次選舉 然後 就跟家裡的人在討論選舉 我就問我們家一個長輩 說 那這次選舉你要投給誰 他說 我要投給A候選人 我說 為什麼 他說因為B黨很爛 B候選人很爛 我說 所以你為什麼想投給A候選人 他說因為B黨很爛 B候選人很爛 我說 不是 我想了解一下 那A候選人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有了什麼樣的理念 提出什麼樣的政見 你覺得他還不錯 你想要投給他 他說 他認了一下 你不可以這樣問 不要走太高了 台灣這次很爛 B黨就爛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荒謬 對不對 沒有錯 我們現況下 好像大部分人 我們都是這樣子來選擇投票 我們投票的時候 總是覺得 因為這一方很爛 所以我投給他 我投給了這一方 因為這一方候選我不喜歡 所以我投給了另外一方 可是我們應該 投票的樣子 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應該是說 我可以說出 我為什麼支持這個候選人的原因 我可以說出他的理念 我可以說出他的主張 為什麼和我相同 最後 我很驕傲地 把這張票 投給了他 可是我們現況下 不但不是如此 我們還會因為什麼樣子的理由 來投給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還因為我在菜市場 只跟他摸到手 而且他的手摸起來還不錯 所以我把票投給了他 還會因為這個候選 長得乾乾淨淨 好像蠻帥的 所以我把票投給了他 可是到最後 因為我們對於這些候選人 他的一切 主張 理念 政策 都不瞭解 最受騙的是我們 失望的是我們 因為我們好像似乎 不曾好好的投票過 那以下 我將藉由三點來告訴大家 我們一般人 我們可以藉由哪些資訊 至少 讓我們初步的 好好投下一票 第一點 出席 什麼意思 我以立法委員 跟議員來舉例 我想請問大家 大家把立法委員 跟議員選舉出來 那大家知不知道 他們的具體工作內容是什麼 立法 可能要質詢 可能要監督 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是很確定 沒有關係 先不討論這個 先討論一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們 這邊打架過 有嗎對不對 所以他們要到那個地方 出席 上班嗎 這是一個工作 最基本的要求吧 那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 這些被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他們有沒有 好好的去上班 這是今年 桃園縣某一次 市議會開會的狀況 六十個 縣議員 四個人出席 這是今年 某一次高雄市議會開會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 應到人數六十三 遲到人數五十六 但是實際上呢 都沒有人到 這是今年 立法院第八屆第五會期 其中 低出席率 低質詢的立委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就是 應該出席的沒有出席 應該出席 質詢監督 部會首長的 他們都沒有出席 大家想像一下 這樣子的出席率 如果是學生 我想邱銘教授 跟耀書教授可能把他當 如果這樣子的人 是剛出社會 有工作的人 那他們是不是 早就丟掉工作了 可是為什麼這些 立法委員 跟民意警官 跟議員 他們從來都不怕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 對他們出席 好好監督 我們從來沒有看看 他到底有沒有去 好好去上班 四年之後 我們還是把票 投給了他 而我跟大家補充一個資訊 每一個立法委員 一年的薪資福利 大約是一千多萬 而所有立委總和薪資福利 至少要花十一億六千五百萬 你看到這個數字 是你爸媽繳的錢 是你們的納稅錢 你難道不能對 這些民意機關 跟立法委員 有所監督 了解一下他們的出席率 在投票之前 稍微好好了解一下嗎 第二點 我們談談理念 什麼意思 大家昨天 有沒有去彩虹大遊行 我看有些人點頭 我以婚姻平權來舉例 這情況下台灣民眾 對於婚姻平權的看法 我們可以看得到 紅色的部分 是支持婚姻平權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調 我們可以這麼說 台灣現況下的民眾 是支持婚姻平權的 大多數的民眾 支持婚姻平權的 也就是說 我們認為 同性戀應該有合法結婚的權利 而應該是反應我們民意 應該是代表我們民意的立法院 他們的民意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很顯然的 這些立法委員 似乎沒有把我們的民眾的聲音 好像聽在他們心裡面 而明明有這麼多的台灣的民眾 昨天走上街頭 有這麼多的民眾 在民調上做出選擇 可是還有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是反對婚姻平權 還有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他至少連表態 他都不願意表態 我想告訴大家 這說明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只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 正在投票 給你不符合你理念的人 就是你 正在投票 跟你主張 完全不一樣的人 而我們不然不只你 我們換個例子 核四 反而四運動 是全台灣目前社會運動中 最恐怖發展的 去年 22萬個人走上街頭 今年 在下大雨 又非常冷的狀況之下 仍有超過10萬個人 走上街頭 大喊著 2014廢除核四 而從民調中 我們也很清楚的看到 現況下大部分民眾 是傾向 提建核四的 那我們不僅想問 我們台灣的民眾 我們在街頭上 做出了我們的選擇 我們在民調上 也做出了我們的選擇 可是 為什麼 我們不去看看 可以決定 核四提建與否的立法委員 他們對於核四 他們到底是支持 還是反對的意見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去了解核四 去反對核四 但是 為什麼不在投票中 就做出我們自己的選擇呢 我知道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 我們一定都屬於自己關心的議題 自己的主張 和在目的事情 可是我們永遠如果把自己的理念 轉化成 投票直接改變的力量 我們將永遠會停留在 抱怨跟批評的層次 第三點 我們來談談誠信 在此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還記得剛來台北的時候 我到西門町 我常常會看到有一群人 他背著包包 然後頭髮抓得很高 衣服穿得很潮 然後跑過來跑過來 然後說 學長學長你好 可是他明明可能年紀 看起來比你大個十歲 然後就說 學長學長你好你好 我們是這一群 這個 智商品牌的學生啊 那我們希望學長可以幫助我們 完成這偉大小小的夢想 那我們從南部上來 生活很苦 拜託你了 然後跟你鞠躬五秒鐘 說希望學長完成 我們偉大小小的夢想 一支筆五百塊 然後我就買 對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扯 會感受到 大家好像有這樣相關經驗 大家會不會覺得他們很煩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他們在騙你 因為你覺得他們那一群 他是不誠實的 所以同樣的 政治人物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告訴大家說 在我任內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三個數字 做不到 我捐一半的薪水 結果他後來承認說 我做不到 但是這跟捐薪水沒有關係啊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政治人物 在他的任內跟大家說 我要向黑道宣戰 十六次從來沒有做到過 可是 是不是有很多的人 總是認為 反正政治人物 開空投資票 說謊話 是很正常的 反正選舉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不禁想問 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 對於想要改變的年輕人 我們卻是如此的嚴格 可是對於這些欺騙我們的政客 我們總是如此的寬容 如果我們認為食品也應該要有誠信 而頂心企業再在保證他們是所謂的良心企業 所以我們氣憤 所以我們開始他抵制他所有的產品 那為什麼在政治上 我們卻不能要求政治人物保有誠信 說實話 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正如同有一位律師曾經說過 你沒有經過思考你就投下那一張選票 其實你就是等同於我們的政客 用包裝精美的詐數 繼續用你的錢 改你的腦袋 賣你的未來 欺負你的小孩 那你就不應該對頂心這麼生氣啊 因為他們也不只是如此而已嘛 你怎麼樣投下你那張選票 就決定了你怎麼使用你那張鈔票 以及思考你的未來 你對頂心造假厭惡嗎 那為什麼你們對於政治人物的造假 違背誠信 我們卻一點都不動於衷 而我們看看 背棄承諾的香港 2017年 中國政府原本答應 2017年 給香港有真正補選的權利 就跟他們背棄這個承諾 所以香港人起身抗命 佔領忠懷 他們也不只是卑微的 想要有一人一票 投給自己特首的基本權利 而在台灣過去 我們也沒有一人一票選舉的權利 只有很多的人 佔領的自由廣場 替大家爭取我們一有的權利 而後更有人發起了大遊行 替大家爭取 我們有一人一票總統直選的權利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至少有了形式上的民主 我們可以一人一票 投輸我們的候選人 至少我們有這些形式上的民主 可是看看還在掙扎的香港 看看前人已經替我們爭取 已經有一人一票選 投入投票權的現在 我們有真正好好的珍惜 我們擁有的一票嗎 如果我們永遠對於候選人 並不了解 我們投下這張選票 就只是停留在形式的民主 我們沒有辦法 對我們的民主 好好的深化前進 我們的社會 也將永遠不會進入到 實質民主的時代 所以是不是在讓我們投票之前 我們可以對於候選人 他們的出席率 他們的理念主張 以及他們的誠信 跟答應過我們的事情 我們起碼好好檢視一下 讓我們初步的 可以好好投下這一票 不要讓自己懊悔 如果你都嫌麻煩 那你起碼Google一下 了解一下他們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今年22歲 我從來沒有投過票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這張選票 決定了我的將來 決定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決定了十年後 二十年後 我的孩子即將出生 身處在一個什麼樣子的年代 所以我必須嚴謹 所以我必須謹慎 所以我必須對於這些資訊 必須要有全面性的了解 因為我不想 在我人生第一次投票的時候 我就感到懊悔 台灣 它是我們的國家 唯一可以依靠的地方 我知道它並不完美 我知道它有瑕疵 我知道它或許沒有讓人很滿意 我知道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 但是這個改進 它不應該只是靠口號 它不應該只是依靠少數人 它必須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必須起身共同參與 我們必須號召更多的台灣人 我們一起起身共同的參與 我知道我們不能要求大家 放棄一切來改變社會 所以你應該要出來投票 我知道我們不能找大家 一起參與社會運動 替大家爭取應有的權利 我們不能 所以你應該要好好投票 如果你熱愛這個社會 如果你喜愛你的家人 如果你在乎這個國家 如果你熱愛這塊土地 那你就更應該要出來投票 並且好好投票 我們才能讓我們把所有一切不滿 批評 抱怨 轉化成實質改變的力量 所以改變 就讓你從現在開始 你必須相信你自己 能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 而這塊土地 你會因為自己的改變 而變得更美好 尤其在政治上 你不應該選擇隨便 你不應該決定得超算 你應該相信的是 你自己的理念跟價值 改變 讓你從選票開始 年底 選舉即將來臨 讓我們出來投票 並且好好投票 我知道 台灣雖然很小 我們小國小民 但也應該讓我們成為 好不好 謝謝